我打算出来收藏一辆车 就我身后的这辆奔驰翼了 从朋友们经常思议给我说 说他个人想找一辆奔驰 想找一个保质率不要太低 但是价格要稍便一些的奔驰 那是我身后这辆 这辆车车主18年是购买的 18年当时买下来这车也是 四五十万一个车 那么我们也来看一看 奔驰作为一个在BBA当中 保质率还行这么一款车型 但这辆车现在我车省了 售价还能值多少钱呢 又或者说这辆车 已经是开了两年 这么一个奔驰了 它这辆车最赔钱的前两年 现在卖上主究竟还能值多少钱 又让车主赔了多少呢 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么一款两年车顶的 准行奔驰翼吧 各位老铁们看到了吗 眼前这辆就今天这位朋友 准备来卖的奔驰的一二百L 车主是18年时购买 或许现在在大家眼中 一听奔驰一二百 是不是比1.5T发动机 还要再弱大一款车呢 其实并不是 它这车还算是比较好的 它是一个2.0T的发动机 当时也没有一些 虚标之类的一些现象 只不过马力只能是一个 低供的2.0T而已 最大马力是184匹 和现在的1.5T的 最大马力是差不多的 但是我们实际开的话 还是感觉2.0T 后期斗力还是比较足的 推迹方面属于2018款一二百L 新生账价是437,000 车主在18年的时候 也是办一个分期 总共是给车主优惠了不到4万块钱 我车价格是40万 这辆车最终落地呢 只在45万左右 这么一个位置上 我也相信有很多朋友就会问了 车开了两年 为什么就要卖呢 是不是有大事过 或者说这车 是不是哪个地方 撑着货 车主感觉不合适的 一晚上就出了 其实真不适合 这辆车 我们现在来看 这辆方面呢 还是保存的非常好的 刚才问用 青梦一对这机型的减丧 全身目前只有两个平息 其余全部都是元气 那为何现在二车是 这么多种准性的豪车呢 其实说白了 还是因为 最近这一两年的时间呢 很多生意都是不是特别好 不管是主店收益啊 甚至各种啊 实体店呢 都不是特别的好 于是呢 也就有很多朋友呢 也想把一辆车 给出掉 出掉之后呢 从一部分资金来 换一个其他的生意来做 这辆车呢 确实也是如此啊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看 这辆奔车翼 还是吃 内饰方面呢 我们也能看得出来 这个模型程度呢 还是非常的小的 包括整个打发呀 也挺大的啊 方向盘呢 几乎是零摩托车 不你是刚才被看了才 两年时间 怎么只跑了 不到两二公里 一万八 第二排的空间呢 也是挺大 你走进去呢 也没有任何鸡翠的感觉 或许就是奔车翼 它驾成了一个 最主要一个原因吧 最后呢 就这辆车 它一个驾合了 它这辆车 它现在卖的手 究竟还能值多少钱呢 其实大家应该都明白哈 这种啊 准新车 尤其是这种前两年 前三年车 卖的手肯定是最赔的 也包括我呢 也给车主说了啊 说这辆车你要卖的话 肯定是赔的最多 你不如把它开下去 可是车主呢 还是说说 真的是挺急需用钱的 大家感觉这辆车 它现在还能值多少呢 总体来说到这辆车 车况方面呢 还算是可以哈 包括整个的车漆啊 固定处都是非常地好的 那具于这么一个车为例 它现在的车省的收价呢 也就是在一个 三十五万桶 公明镜上 大家感觉如何呢 开了两年车主 就这辆车 赔的就十万了 这个保值率 大家就感觉 属不属的奔车 这种豪华车 你一贯的属性 下期还有个什么 也会去评论区里面留言 同时呢